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生命影响生命故事集 我是主持人西西里的眼灵 那这一集呢 我们来到了 哇 讲诗变 我们现在起来的这一位嘉宾呢 我真的很羡慕他 无论我每个什么时候我见到他 他由头发到形象到化妆到穿着 都是那么的棒 如果用每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是不够的 他就是Imagineer的创办人以及形象导师 还有就是化妆导师 我们请来的是Susan Long 那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呢 其实在我18岁开始其实就无视自通 就自己学如何去化妆 到24岁的时候 因为进入了别家博士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说 哎 化妆其实就是一个礼貌 那我自己的一个外在形象的话 那你穿着打扮得很好 那个妆没有的话 我觉得很少那么一点 所以我其实真正在去学化妆 是我24岁的时候 就是有上了这些化妆课程之后呢 就是有上课程 所以24岁上了这些化妆课程之后呢 那时候我的上师他就告诉我说 哎 Susan 你就去上面去教一下你的同事 然后去化妆 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哎 当我在去学了之后 然后去教别人 然后他们也学会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 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一个美的这一块 所以之后就延续的去提升自己去上一个专业 更专业的 比如说包括了新娘化妆啊 还有包括美纹啊 文凭这些都已经拿了 都考了 所以从那一边开始 研造住了我今天 为什么会在这个领域 然后呢 就因为从小小的一个助教开始 然后又被培训出来成为这一个美容画师 然后在之后再结束到这个社会的时候 就成了这一个企业培训 就是你企业的化妆培训 那为什么会再进入到这个形象这一块 是因为我之前的伙伴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形象服务 那有一天他就说 哎 那是既然你化妆你也会 美容你也会哦 那个美髮的你也会 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多去考取这一个形象的问题 就是整个造型 整个形象来说 应该我 这个也适合我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本地呢 就考取了这样的一个文凭 对